继续请教的是乐熊熊 刚刚呢明根告诉我们 那么事实上在马尼拉的角度来讲 他接下来的球可能就要看联合国怎么来处置了 在联合国处理这类问题的时候 他的程序是怎么样进行的 那么联合国有可能会通过吗 他会造成什么样的争议呢 一个呢是 世界上对这种华尔领海基线出现 分歧出现那个争议的地方呢 有几种 一种呢是资源原则 是吧 一个是资源友好协商 一个是呢 资源调解 叫第三国介入 这是两种 资源的方式 还有呢 就是有联合国 根据有关法案 有关那个条款 这个组成这个 自行组成那个仲裁委员会 叫联合国仲裁 还有一个呢 就是 到那个国际海洋法庭 成立那个 这个这个去 交付他们仲裁 第三呢 就是到国际法院 打官司 打国际官司 那从中国方面来讲呢 可能是 一向的 这个传统的做法呢 就是说 友好协商 像我们跟越南 缅甸啊 蒙古啊 还有那个 俄罗斯啊 都是通过这个 自愿协商的一种方式 不大习惯那个 搞得很突出矛盾的 这个样子 是吧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